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来一个咱们的学生也是这样的 他说师父最近我那个门铃老想咋回事 就是出去一看又没人 这个门铃老想 他家里上次我一去 他自己帮人办点事 办点事家里有个坛城 观音也在 很多菩萨都在他家 我说这是八难横死的 找上门的 被车撞死的 上吊死的 跳楼死的 生病疾处死的 这叫八难横死的 人家来找上门了 他才明白 因为不是八难横死的 他按不动门铃 八难横死的有力量 他的魄也在 他的那个爽灵他也在 所以他不能被超度 他这个到处找周围 哪有个门啊 哪有个道门啊 哪有个道场啊 能送我走啊 他就去敲你的门了 敲你的门 所以这种都是找上门帮忙的 对于我们修道人是好事 因为给你做功德的机会 所以我教他一个方法 我说你这样做一下 然后帮人超度一下 功德回向给他 他就可以去阎王那个地方转世了 他不用每七天再受一次这个痛苦 八难横死的人 为什么不要自杀 为什么不要去 像被战争枪打死的 这些被车撞死的 盐水死的 跳楼死的 这些活生生死的 这些众生都是八难横死 八难横死 他们不得转世 他有怨恨 他有业力 所以他每七天要重新再受一次那个罪 被车撞死 他要再撞一次 然后跳楼他要再跳一次 所以他怎么样才能够去转世呢 他非得害死一个人 害死一个人以后他的业力太重了 好了 阳气都就散尽了 然后才去转世 所以这个叫吊丝鬼 勾丝鬼 但是有一些善良的鬼 他不要这样做 我是痛苦 我知道 我不能够再害别人 所以他就求超度 求超度